台湾作家、诗人、填词人、作曲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校园民歌发展的代表人物 他一生创作了五百多首歌曲 他的作品曲调优美、文词婉约、充满意境和韵味 有人甚至堪称为叙事情感的音乐大师 是的,梁洪志,一个不能被忘怀的台湾音乐人 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歌曲 还在被我们传唱 虽然可能您记不得他的名字 但您一定记得这些经典佳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